海巡署南部分署呼籲 近年来海洋保育意识逐渐提升 任何影响海洋生物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都可能引起社会大众的重视与公愤 南部分署将持续配合海洋委员会 海巡署、海洋保育署及屏东县政府等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 若实宣导及违法违规行为取缔 共同守护海洋 定针对违法触摸、骚扰海龟及任何破坏海洋生态的行为 均秉持追查到底、绝不宽戴精神 民众如有发现疑似非法骚扰海洋野生动物情形 或违规裁捕行为 都可拨打海巡署118专线进行检举 以守护台湾珍贵的海洋野生动物 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 不得骚扰、虐待、恋骨、宰杀 为者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6万元以上、30万元以下罚金 因而导致野生动物死亡者 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10万元以上、50万元以下罚金 izi见到 我们下午导致野生动物 每个人都要浪费 看起来 我们下午导致野生动物 又让我倒下 我做了 也好